我昨天晚上大概九點左右 知道說有媒體在報導說 我有兩位的裝腳來替我進行行會的這個工作 那我聽到這個消息 那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震驚跟憤怒 這一次蘇京勝參選選議員 沒有設立任何的競選團隊組織 但是到今天為止 整個的競選過程都是我的好朋友 情意相挺 突然間冒出兩個裝腳出來 說實在我會感覺到非常的莫名其妙 我們的民主政治 如果說選舉還要靠這麼樣的一個卑劣的手法來進行選舉 說實在我內心感覺到非常非常的一個沉痛 同時我也希望我們的檢調單位 能夠盡快的來釐清事實 除了還我個人清白之外 同時也向我們廣大的支持的民眾 來還他們清白 來還他們清白 來還他們清白